早上六点多从睡梦中惊醒 红衣女子看到警察上门 挨着门边仔细听 却仍睡眼惺忪 你的手机有一些状况 所以我们这边有来 把英雄开那张票签不过来调查 然后所以这边罪名是恐吓等案 桌上摆着法院的令状 红衣女情绪有些波动 因为我们目前证据有看到 所以要有疑问的地方 请你回去跟我们做详细的说明 警方调查这名49岁的葛姓女子 也是因为失业没了经济来源 就用自己的手机发送讯息 到知名素食店的客服信箱威胁要前 但这讯息的一字一句 让业者不堪其扰 知名素食店业者收到了恐吓留言 是立刻向刑事局警方来报案 只是当警方都还在掌握 这名嫌犯的身份 这名女子竟然在一个月之内 发送了六篇账的留言 来威胁业者给她30万元 恐吓信写着最后通牒 限定业者在指定时间之内 转账30万元到她的账户 如果报警就会全台随机选人 不限人数以及地点下毒 类似状况从3月9号开始 3月11号同一天发两封 隔天又再发 13号再两封 短短5天内恐吓6次 警方依照IP位置来追弃 在15号清晨上门待人 犯嫌应该是在经济上有一些困难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犯案动机 检警这回上门搜索 葛姓女子床边的小桌子上 还摆着素食店的饮料杯 可见她真的很喜欢这间餐厅 只是她在原警苦劝 四个多小时之后 才终于配合回刑事局做笔录 讯后被依照恐吓取材 得令未遂罪起诉 明明这么喜欢这间素食餐厅 竟然恐吓要钱 业者不直接回应 交由警方处置 避免当事人真的下毒波及无辜 TVBS新闻欢迎节 他们从头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